明镜新闻台全新打造六度头条 Six2 Dan News 世界大事新闻全包 近在六度头条 Six2 Dan News 王立强他现在又爆出了新的新闻 这个呢是由雪梨成区报在今天的报道就说 根据知情的匿名人士指出 澳洲的安全机构现在已经得知王立强是受到一连串的威胁与诱迫 是不是有可能要撤回他的这个共谍说辞 就是现在在雪梨这边呢 大家十分关注的关于王立强的相关消息 王立强呢他自己说他是中国的间谍 他向澳洲投诚 并说呢他在去年的耶诞业的时候 曾经是遭到了威胁 要他公开收回之前 他说的为中国从事间谍工作的说法 否则就会被遣送回中国 会让他命丧皇权 这报道指出呢 涉嫌参与这个协调的指令 是前立委 也是台湾的前任国民党秘书长 蔡振元 以及中国的商人孙先生 目前媒体是没有办法联络到王立强 而且他似乎呢 是已经藏匿自身的行踪 然而根据消息人士指出呢 他已经获告知 如果他在发表公开声明 撤回关于为中国同事间谍工作的说法 他的家人将会免于受到惩罚 他的债务也会得以偿还 就有很多的报道说 有人提供王立强剧本 并且告诉他要录制一段影片讯息 当中他会不时的声称 执政党 民进党 就台湾的民进党 向他提供了一大笔钱 行贿他要撒谎 这样子的引带呢 将会干预 这一周就要登场的台湾总统大选 引起了争议 而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蔡振元呢 他在台湾也是接受了采访 表示我跟王立强 是一直有直接的接触 我的朋友孙先生 也一直与他直接的接触 但是他就否认了不当行为 也表示没有参与敦促王立强 录制暗示民进党 贪腐的剧本 他说我没有要求他 发表任何的这个声明 而这件事我们昨天 其实有讨论到 像台湾大选 是这个这周就要登场了 现在呢是有各式各样的 在网络上面的不同的方式 来希望可以来这个 等于是改变选民 他们的这个投票的这个意图 还有他们的这个接下来要投票的这个人选 那对于这个王立强的这个最新的消息 因您的判断您觉得这是一个假新闻吗 还是您觉得这的确 就是像媒体上报道所说的 这可能是国民党在这其中 希望就可以对民进党来进行某一个程度的抹黑 您觉得这样子的剧情之前 自乎有听到过吗 还是这可能是您怎么看 从王立强刚刚开始指控 他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打压之后呢 那么我们就成王立强就成为了 这个时间段来的最重要的一个监国间谍案 那么之后呢 他又推出了自己的前老板向欣夫妇 但是向欣的指控呢 他并不认识这位人士 那么向欣呢 现在也依旧在台湾呢 并没有被获种离记 那么向欣到底是不是中国的间谍 或者是他的夫人是不是间谍 或者他两人都是间谍呢 目前呢 台湾的司法机关呢 并没有给出最终的一个答案 也没有对他们进行拘捕 那么与此同时呢 今天又突然爆出了前国民党的秘书长 与他之间的通话 并且胁迫他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那么蔡信的秘书长呢 在回复媒体报道的时候呢 并没有否认这一点 他甚至说呢 他与王立强呢 长期的进行的联系 那么这一句话说出之后呢 让大家觉得呢 这是一个爆炸性的一个新闻 为什么呢 那么你是为什么要与王立强进行联系呢 难道王立强过去所指控的 台湾的间谍真是如此吗 当然他也否认 他说过任何不当的话 并且呢 王立强在整个采访过程当中 提到一位松信的一位商人 而这位松信的商人呢 也被蔡先生呢 认证为呢是的确他们是互相认识 并且进行联系的 但是呢 我们看到呢 这位蔡先生呢 也即将会举行一场新的发 记者招待会 并且他说呢 他没有说任何不妥当的话 那么在台湾大选之前突然出现了王立强的这件事情呢 那么让大家对这件事情的关注度呢 一下子增强 因为如果此事正如王立强所讲的话 那么国民党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可以说呢 采取了最最低劣的方式呢 去抹黑民进党 或者是用了其他的方式 那么如果是这件事情 是另外还有没有其他版本 是不是有民进党帮助了他 去做这样的一个爆料呢 这都是这两天在台湾媒体 以及各个社交媒体网络上 人们都在讨论和思考的一个话题 那么就我们目前得到的最新的一些认知呢 也就是说呢 他目前王立强本身 他是不是中共的间谍 或者是他自称的间谍 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已经在澳大利亚呢 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 认为呢 王立强本身呢 他自己是否是中共的间谍呢 这一个认知呢 就出现了问题 那么他现在呢 又继续的搅回了台湾的大选 是否是被人利用呢 也要我们看待 明天的蔡信的这位秘书长 推出他与王立强的电话过程当中的 录音打呢 来进行最后的一个分析 是 这个其实对王立强的身份 到目前为止呢 从新闻爆发到现在 没有一个人是可以 就是得到具体的证据来证明 他到底是不是间谍 我们知道中国这方面是 也发出很多讯息 表示他就是一个骗子 那现在呢 这个蔡振元 他是以这个资深的 这个国民党的 这个前 前这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立伟的角色 他是表示他跟王立强 是有长期的保持联络 如果就是像是 北京所说的 王立强是一个骗子的话呢 我想对于蔡振元的脸上呢 的确是要怎么样去来 合理化他跟王立强之间的 这个长期沟通 我想这当中是有很多的这个 微妙的这个思考的部分啊 他可能要决定他在 接下来非常有限的时间当中 他要怎么样可以利用 现在媒体的目光来把这个方向 还有讨论的这个方向呢 是转到立于国民党的方向 不过现在如果像现在这个新闻爆出来 这王立强他的身份 还有他的这个相关的 这些新闻的发展呢 其实在国民党在当中 是有参一角的话呢 我相信对于这个接下来的选情 的确是会造成一个负面的效果 那我们要跟大家来 一个新增一个消息 就是呢 刚才我们前一条新闻 是讲到了王立强案 以及这个蔡振元跟他之间 到底是进行什么样的沟通 为什么要一直保持联络 现在呢 这个压力都到蔡振元身上了 他原本说他要出来进行记者会 来把内容呢 跟大家好好地说一说 不过现在呢 他要表示 他今天不愿意来多做回应了 他只说 在今天也就是台湾时间的9号的 早上9点半 他会公布一个录音带 这个内容呢 就可以让大家了解 这个王立强的相关的这个内容 到底有没有这个涉及一些 要来试图左右台湾选举的 这个细节呢 在他待会9点半公布的录音带当中 他说他都会把这个细节交代清楚 而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台湾的时间呢 是早上的差不多快要8点 所以再过一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之后呢 相信就会对王立强案 在台湾尤其是蔡振元这边呢 就会有新的一些发展 好那我们接下来关心 其实这几天呢 我们都在讲这个美衣之间的 这个越来越升温的情势 对于中美贸易战呢 我们似乎是搁置了几天了 不过就我们上一次的报道呢 川普他自己出来说 他希望在1月15号的时候 要来进行的正式的签署 而他也不排除他是要 他当时的说法是 他希望他要来亲自来签这个协议 不过现在呢 这个又有报导指出 是不是中美贸易的协议要有出现了任何的变数呢 因为总统川普他已经公开说了好几天 他说中美将在1月15号要来签署第一阶段的协议 剩下不到几天了 北京到现在都还没有公开证实 也没有宣布要派谁或是什么时候要到美国来签署 日期还有这个是谁啊 都是没有任何的新的消息 有报导就指出呢 这个刘鹤他是率团13号要前往华盛顿来签署 协议16号回国 但是对此呢 中方依旧是保持沉默 马之先生您怎么看 您觉得到现在中方都没有出现任何的表态 没有证实任何的说法 这是不是可以让我们解读为这又要申辩了呢 是否申辩呢 目前没有办法具体的或者确切的下任何的定论 但是川普总统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呢 也让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呢 的确是一个美国非常可爱的一个总统 他在上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宣布呢 他将会与习近平的一起来签署这份协议 之后呢 在中方没有任何的回复之下呢 川普总统又在前两天发推特讲呢 那么中国会在15号在白宫举行签署仪式 那么当时认为呢 刘鹤会来前来 但是呢 后来呢 又在南华早报的报道说 刘鹤会于上周六呢 抵达华盛顿的进行访问 并且呢 有可能会签署 但是之后呢 又改变成15号 这样不断的这种改变呢 也让人觉得呢 不知所拥 也不知道所以 在这样的一个技术之上呢 那川普又突然在前天呢 宣布呢 他将会签署这份中美贸易协议 那么不管习近平在不在 这样的新闻呢 报道之出来之后呢 也让人大失大惊失色 那么如果是中国派出的低级别官员 与川普总统来签署的话 这是否在外交上是一个合适礼仪的事情 当然川普总统就是打破一切 就有的这种规章制度 而开创新的政治生态的一位美国新总统 那么15号 这一件事情的不断的被宣示 不断的被渲染 不断的被强调呢 到今天为止呢 中方呢 依旧没有任何的回复 特别是谁来签 到底15号签不签 在数度的记者的追问之下呢 中国也不置可否 那么是否是中双方之间 对于某些协议还没有达成更确切 或者是更落到实处的 这样的一个最终的谈判呢 与此同时呢 中国的农业部的高级官员呢 也表示呢 他们对于过度的购买更多的农产品呢 似乎并不感兴趣 之后呢 又有反复的报道呢 认为呢 他们将会采购更多的来自于国外的农产品 这种左右矛盾的这种信息呢 不仅仅在美国出现在 在中国呢 也在出现 当然中国呢 在这一次的 特别是最近这两个月当中 所释放出来的矛盾信息呢 相对是比较少一点 那么这件事情呢 如果15号无法签署的时候 那么川普总统是否会拢起新的大棒呢 或者川普总统呢 这是15号的给中国的又一次红线呢 这都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 因为两国在上月12月13日的黑色星期五 所最后确定的15号不加关税 并且呢 在尽快的时间 当时宣布呢 是元月的第一个星期就会签署 那么第一个星期我们知道呢 已经过去 也并没有进行任何的签署 那么这种情况升变的概率呢 被很多观察人士呢 越来越高 但是在经济层面上 在股市以及在其他方面呢 并没有显示出呢 两国会有撕毁协议 或者是会拒绝协议的可能性 那么就目前中方所发出来的整体信息 我们分析和判断呢 应该是在一些局部的一些细节方面呢 还没有达成协议 至于15号是不是会签署呢 最终还得中国这边最后来确认 是 那大部分的分析人士呢 他们当然这官媒是有他们的不同的说法 不过大部分的分析人士都是认为 虽然现在北京这方面是没有任何正式的表态 不过呢15号目前预估还是会签署的 因为如果不签署的话呢 其实对双方的这个造成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这个代价恐怕要付出来太多 所以沉默呢 可能是一个面子上面的一个解读 很多的学者是怎么认为 认为目前美国还有白宫这边发言是很多 尤其是川普总统的推特上面呢 是好像把这些话都已经说完了 所以中国如果在之后呢 就跟着他的这个思路 跟他的这个说法继续说下去呢 感觉上好像有点有失颜面 所以要在这边呢来保持一个沉默 似乎在面子上面呢就可以扳回一城 所以这是一些不同方面大家的解读 那不知道观众朋友 如果您对于现在中美贸易 的这个发展以及北京方面的态度 有您的不同的看法的话呢 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现场电话 516-407-3560 来跟我们直接进行对话 全球新闻大集合 622.news 网页版APP任您选 6度新闻 一网打进自由新闻精华 622.news 6度新闻 622.news 全球新闻大集合 121.news 9.news 2.news